在红山文化专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看来 是前先民创造出灿烂辉煌的 以红山命名的考古学文化 红山文化 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 也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核心意愿 近日刘国祥研究员在北京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对红山文化考古研究进行全面分析和深入解读 红山文化是一支考古学文化 也是东北地区最著名的一支新时期时代考古学文化 它是因内蒙古赤丰市 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登陵 1954年 尹达先生就提出了这个红山文化的命名 这样的就是我们后续的 所有的发掘和所有的研究成果 都基于尹达先生对红山文化的命名而展开 据刘国祥介绍 红山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在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层更加明显 等级制度确理 出现特权阶层及艺人独尊的王者式人物 制陶业高度发达 玉雕工艺技术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 玉器成为最主要的随葬品 形成育理制系统 那么目前为止 比如说早期 那么它的年代是6500年到6000年 中期大体上是6000到5500年 晚期是5500年到5000年 在这里边大体上就分成前后两段 这样的红山文化基本上是三期六段 我们说的这个晚期晚段 距今5300年左右 代表红山文化发展的鼎盛期 也是进入初级文明社会的开始 刘国祥认为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源头之一 其精神信仰与祭祀体系 源于小河西文化 新龙蛙文化 赵宝沟文化 在红山文化时期 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展 并形成了系统化的精神信仰与祭祀体系 包括天地崇拜 祖先崇拜 和以龙图腾为代表的动物崇拜 一个是天地崇拜 祈雨 祈求农业生产的丰收 就是当时人主要的这种祭祀的用意 这个我们认为是天使园的地势方的 对天地进行崇拜 可以说这是一种古老的一种宇宙观 第二个就是祖先崇拜的传统 这也是中华文明显著的特色之一 我们都知道在红山文化里面 它的一个特征就是说 发现很多的泥塑陶塑的这种人像 甚至是石雕人像 第三点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龙图层崇拜 我们在辽西地区可以看到龙的发展的轨迹 我们认为这个红山龙是中华龙的本源 龙图层崇拜 祖先崇拜 天地崇拜 构成中华明的现著的特征之一 刘国祥还指出 在红山文化孕育和形成的过程中 中原地区的养勺文化与红山文化上层社会之间存在交流 且深入两个文化腹底 而非局限于边缘地区 我觉得是红山文化深受养勺文化的影响 红山文化之所以成为红山文化 那么主要是养勺文化的影响 改变了它的文化面貌 比如说彩淘际 另外就是近年的洛阳苏阳遇址发现了一件石雕树兽 就是红山文化的遗物 刘国祥表示 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 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中 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红山文化研究也是国际化的重要课题 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合作 向世界讲好中华文明故事 我们在国外的一些博物馆里面 也发现有红山文化玉器的藏品 比如说在大英美术馆 这个里面就有红山文化玉珠笼 那么在法国极美博物馆 也有一件非常完整的红山文化玉珠笼 包括在美国塞克勒博物馆里面 我们就看了这样一件东西 它是一种斜口统计器 但这件斜口统计器它不一样 在低口的一端 它有这种垂幅纹 我们希望今后要开展这种学术交流 互相之间 中国学者也要组出去 国外学者也要组进来 另外加大这种考古公园的建设 加大红山文化生意的力度